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哥俩呢 请了一个新的师弟 你得给我们露一首 好嘞 对吧 今天咱们做一个酥香羊排 这个也是怎么说呢 跟师傅有点关系 酥香嘛 酥香蔬菜汁 调了一个羊排汁 首先吧 把蔬菜先放里边 洋葱 半个 胡萝卜 一小根 柠檬 半个 蒜子 对 主料 蒜子 蒜子的味道很比较突出 这个椰子过后呢 现在我们还要很多调料 是吧 现在雪碧倒一瓶 可以 清酒 红酒也可以 我跟你说啊 这瓶酒我哥留了半年 我都没舍得喝 今天以后做菜似的 肯定追不了 还有就是海盐跟黑胡椒 我堆在一块儿 加点味道 然后呢一定要跟它抓抓 把羊排入味儿 酥香酥香 它一定要酥脆的香味儿 腌制过后 要浸泡 40分钟左右 时间大了 腌到点了 对对对 下一步都是很简单了 羊排跳出来是吧 需要吸水分 把水分去掉 一定要去掉 我先给它吸水分 好 准备一下 干都可以了 我准备熄火 好吧 煎至 甘蓝油 一定要甘蓝油 生的甘蓝油 对一定要生的甘蓝油 等油味上来 要吃吃的 看到没有 下锅的瞬间 让它冒泡 冒氢烟 清烟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这个焦味儿出来了 然后呢 酸片 让它蒸出了种香味儿来 然后呢 咱们来点海盐 给黑胡椒 现在我来换个会儿看看 是否焦了没有 对 焦味儿出来了 看 这个是最漂亮的 就是完美的 可以 OK了 要正好 好 200度 6分钟 好 那个羊排已经烤上了 5分钟时间呢 我们简单买个盘头 就很简单 家里面嘛 有什么蔬菜 买一点没关系 来了点柠檬 来了点番茄 这个蘸料呢 就是东南亚的一个甜酱 甜辣酱 这个呢 干底儿 师兄们 时间大了 时间大啊 开了啊 感受一下什么情况 好 嗯 好 香味儿了 还可以 出锅了 出锅了 出锅啊 好 拿点柠檬 拿点小番茄 用手吧 下手吧 来 看出这个羊排肉多 师兄 我来一口啊 白嘴儿来一个啊 带吃到嘴里边呢 就是咸鲜回甜 对 我觉得这个羊排 酥香烤羊排 各位网友 喜欢吗 喜欢在家 有一个蒸烤香就解决了 摩托羊排 最大的 来